明偶風雲會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 個人意見 歡迎各位 准許收聽風雲高 感謝各位支持 本日陶傑的Patreon和白偉聰 感謝和歡迎各位陸續加入 這幾天我們看到 除了香港 新世界宣布換人之外 整個國際局勢 都在不樂觀的方向發展 就在美國總統拜登 9月25日 在紐約聯合國大會發表 誓言 是維護台灣海峽的演講的同一天 中國的火箭軍 就向太平洋 一向太平洋 發射了一口 洲際彈道飛彈 這個是44年 以來的第一次 就是44年前試過 但這次是再向太平洋公海 發射長程的洲際導彈 雖然說明不針對任何國家 但日本政府防衛省 就覺得 你事先沒有通報 而且 你這個彈頭 遠達夏威爾 南的公海 目的是展示什麼呢 就是核打擊的實力 來希望震懾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回談 更加拿一把劍 指到正在美國的鼻尖底 就是說有什麼冬瓜豆腐 我可以長程核戰 這個也配合前兩天 他第一次出動三隻航空母艦 雖然福建號還沒有正式下水 但等不及 我們上一集的《風雲快信》也說過 三隻航空母艦 各拖著一個母艦群 有驅逐艦和補級艦 跟著整個長程導彈射過去夏威夷 這個是在25日上 8點44分 這次的年度 這個發射就是中國聲稱 符合國際法和國際慣例 並且聲稱已經通報有關國家 但日本就說 保母通報給日本 這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在前一天 中國外長王毅明明在聯合國大會之外 會見了日本的外相 日本外相和王毅當初 當然是交涉深圳日本人 學校的小孩被刺殺的問題 但理應在外長層面 王毅也同時應該向日本外相 上穿揚子 正式通報我們有一個長程的導彈 將會發射 你故意不告訴日本 這個態度不但不友好 而且是流露出的敵意 在哪裏發射的呢 據了解可能是在海南島 或者其附近發射 有兩處在菲律賓 海南島的旅宋島 周圍落彈點 一處在美國 夏威夷以南 整個國際戰雲密報的陣勢 不止是一兩件 還有其他很多 例如說 烏克蘭爆料 這個由路透社引述歐洲情報機關 引述烏克蘭的 俄國已經在中國開發 並生產長程攻擊型的無人機 用來侵略烏克蘭 智庫的學者指出 現在所知道 中國對俄國的軍事援助 雖然全部是零件 但是零件裏面的一些很關鍵的部件 現在中國有長程導彈的發射能力 當然也有這些攻擊型的無人機的製造能力 在中國的無人機的研製計劃 它可以在8個月內立刻生產 由中國設計 不止是一般的無人機 另一種叫做RAM-1 它的載重量達到400公斤 這隻叫做RAM-1 是類似美國的死神 叫做Ripper的無人機 這些全部都在這裏 戰爭的準備階段 各個環節在升級 這次中國發射這支洲製導彈 四十多年來從未發生 雖然對於美國或其他國家來說 這種試射是不出奇的 但是中國在這時候 試射的確有它的特別意味 發射的方向和落點 在南太平洋 這個位置令人不禁聯想到 針對美國的重要軍事基地 是關島 因為關島 其實比起台灣來說 更加是美國的北沉航空母艦 因為自二次大戰以來 那裏已經是一個重要的關鍵位 在關島的西面 或者是菲律賓的東面 菲律賓海 曾經爆發過 在歷史上最大的 航空母艦決戰 牽涉到二十多艘 美日的航空母艦 在海域作戰 亦都成為了一個 太平洋戰爭的轉捩點 令日本的海空軍全軍覆沒 從此變成本土防衛 關島在越戰期間 亦都是B-52同溫層堡壘轟炸機的重要基地 有150多架住宅 對於越南、魯窩等地方 進行戰略轟炸 當然近年 美國被建設成一個神盾式的飛彈基地 北部是安德森的空軍基地 歷史悠久 南部是海軍基地 常期駐紮四艘核動力攻擊潛艇 所以如果真的台灣有事 或者真的要發動對台灣的攻擊 其實不只是台灣海峽 或者台灣西岸陷入戰火 如果真的要攻擊的時候 中國一定要解決來自關島的威脅 因為關島可以派出長程的B-1 或者B-2的轟炸機 對台灣支援 所以第一波的攻擊 可能是來自導彈的攻擊 先將關島上的空軍海軍基地癱瘓 所以為什麼今次的洲際導彈意味深長呢? 因為距離中國大陸本土 數千公里外 其實航空母艦都去不了 去到你都打不尋關島的 但是對於洲際導彈來說 它攻擊一個固定的目標 而且是一個這麼大的島嶼 它是絕對有機會命中的 所以這一點 威嚇力和那種意味很清楚 是對美國的警告 如果是這樣 一旦台海爆發戰爭 就是一種新的認識 就不是一般人想 突然派幾千艘船封鎖 台灣島 又或者對台灣、本島、台北、金門 實行實習 而是分分鐘採用日本偷襲珍珠港的認識 就是先遠就是後近 先打主的主就是美國 方雜刺 刺就是台灣 即是說 與其中國明知道 如果一旦動台灣的手 美國就在關島、沖繩那些 派飛機和戰艦來遲緣 不如我先動手 這就類似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 如果是這樣 他打台灣 他先不動台灣 他先一連串 洲際導彈摧毀關島和沖繩這兩個重大的美國基地 然後準備一堆中程的導彈 就用來對付 正在賣來的美國航空母 在48小時內 將這幾個美國的重大的戰略軍事基地 先摧毀或者先打擊 然後閃電就動台灣 一旦台灣 你斬斷了美國 走來援助 那隻手 那你台灣那時候 第一 就是全球陷於恐慌 第二 就是台灣一片尖叫 和互相踐踏 因為顛覆了台灣人一向 大安主義那隻假設 就是一旦所謂阿共派兵打來 美國一定會來幫我們 現在先動幫你那個美國人 這是很大膽的 因為你這樣倒過來 你也同樣低估了美國和你一堆玉石區分的決心 但是呢 所以正如我們說 足企你一定要鼓量對方走哪一步 如果對方走哪一步 我下一步又怎樣走 然後才決定現在這一步是怎樣走 你上一隻馬的時候 你要看著對方坐河漢界 旁邊有沒有一隻鞠可以打橫來 又或者對方那隻炮又怎樣可以在旁邊突襲 你要這樣想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非常嚴重的 這個嚴重的程度 遠超於我相信 可能的 美國國防部或者戰略專家 所鼓量中國習近平的膽量 這個呢 就算是在編劇或者什麼 都一定要有一種顛覆性的思考 所以這個是嚴重的事態 首先就是美國的聯大 這個紐約的聯大 美國總統拜登誓然要保護台灣海峽 四方會談 跟著就是中國三艘航空母艦 一起推出來 然後就是長程導彈 在平洋的西部 然後另外就是前兩天 就是歐洲的情報機構說 基本上俄羅斯現在打烏克蘭的武器 很多的重大的軍事零件 全部都是中國製造 包括對香港出口 然後還有什麼呢 美國也都宣佈透過菲律賓 雖然中國強烈警告 但是菲律賓和美國國防部 已經同意無限期在菲律賓的北部部 部署一隻叫台風陸基中程飛彈系統 所以中國是要對抗中國軍事威脅 反制中國在南中國海的擴張行動 美國進一步加緊跟菲律賓合作 這個叫台風型 這隻的中程導彈 亦都對著中國沿海的城市和基地 所以對於中國來說 一直都看到美國跟菲律賓在近的這裡 加強軍事合作 所以它是先下手為強 它就是弄一隻長程導彈 試射給你看 日本方面又如何呢 美國海軍驅逐艦 有一隻叫USS Preble 普利布爾號 9月22日 由美國加州聖地牙哥 啟航 開去日本的橫須賀駐紮 這隻的驅逐艦 可以搭載擊落無人機和導彈 最新美國的雷射武器 雷射 這隻USS Preble 普利布爾號 是美國海軍七十三艘 叫做Burk-Burk級的驅逐艦之中 唯一可以附載高能雷射武器的軍艦 它上面配有美國軍事工廠 諾協馬丁公司研製的太陽神系統 英文叫做Helios 即具有整合光學 原木與監視功能的高能雷射武器 即是說這隻一射出來 它有一種原木形 吹一聲 裡面隨時看下去 你的視線都受損 這是我自己猜測 所以這個太陽神系統 仍處於海上測試的階段 但現在等不夠了 好像因應這隻病毒 現在在研製疫苗 本來要十年的臨床 但等不夠了 十年縮圍是十個月 是會部署在前線 一路部署一路測試 這是美日軍事合作的最新動向 這些全部不簡單 你現在看香港的傳媒和報紙 我告訴你 我包你不會報道 這些洞穴位 美國現在正在報期 和插針 美國和菲律賓之間 美國和日本之間 美國和台灣之間 我們剛才說過 上兩集說過 是運一些最新型的戰車 是過去的 好了 雙十 十月十日 這個是接下來 總統賴清德 將會發表重要講話 在此之前 我們說過 他高調接受美國的傳媒 採訪 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國和國 湖北隸屬 然後美國、澳洲和荷蘭 在聯合國做事 就是 荷蘭和意大利的國會 澳洲、荷蘭、意大利三個國家 國會相繼通過 反對中國騎劫曲解聯合國大會2758號的決議文 以及要求展開 讓台灣加入國際組織的程序 這些就是賴清德 在那邊完全看得清不楚 美國也打了龍通 現在中國回應 一艘長程導彈的試射和三艘航空母艦 但是你看看美日、美濱、美台之間 這些針跡是越扣越緊 是嗎 鮑先生 沒錯 這次的試射 特別是在十一國慶的前夕 更加意味深長 正如我剛才的分析 就覺得 其實它是針對 以關島為重點的 南太平洋的一個美軍基地 因為 其實東風的導彈 的準確率 一向都知道是偏低的 如果要攻擊移動中的航母 或者是一些戰艦 其實是不容易的 因為東風的導彈都是靠這個慣性的制度 它不是可以去到 像是那些巡航導彈 可以利用雷塔去搜索 去追蹤戰艦 但是如果它攻擊一些固定的目標 即是大於關島的一個陸地 它的命中率當然是高很多 所以這個洲際導彈的射擊 肯定是針對這些軍事基地 而且關島已經被認為是整個美軍在太平洋的最前沿的基地 因為就算你說沖繩或者菲律賓都不是屬於美國的領土 即使有美軍的基地 設置的規模和數量都不及上關島 因為關島雖然面積不大 但是有三分之一的面積都是美國的軍事基地 而且也部署了薩德的防禦系統 在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都看到美國把關島的重要性看得很重 而且根據距離 B1或者B2的轟炸機 只要飛3、4小時就可以到達日本、台灣和北韓的上空 你想想這個地點 其實真的除了冰家必爭之地 如果你是美國的對手 第一波的導彈攻擊 就一定是在關島 所以這次中國這樣做 除了可以將這些反艦導彈 或者洲際導彈作為一種國慶之前的煙花 其實很明顯是針對美國鳴槍示警 告訴他 他的導彈是可以覆蓋關島這個地方 至於究竟台海如果真的有衝突或者作戰的時候 這是不是第一波的攻擊 這個都要看看他們的目的是什麼 如果想和美國全面開戰 當然這個就是首選 正正等於二次大戰 先偷襲珍珠港 就要癱瘓美軍的航母和空軍 才可以進行整個太平洋的作戰 一無一無一無 剛才說過 就開了長程導彈、中程導彈、驅逐艦和航空母艦 真的要打仗上來的決定性的關鍵力量就是核潛艇 到底中國現在曬這麼多東西出來 工具出來核潛艇可以不可以呢 《華爾街日報》9月26日最新的 引述給官員 《華爾街日報》9月26日最新的核動力攻擊型潛艇 在今年的秋天沉沒 這個事件對於中國的潛艇先進武器研究計劃 是重大的打擊 這艘潛艇的沉沒事件 就是中國自己極力掩飾 從未公開披露 只不過是美國方面查到 是在武漢附近的一間造船廠發生的 就是說你的潛艇 最後要保留第二擊的潛艇 不但用核動力發動 而且還可以裝載導彈 中國今年春天沉著這個潛艇 是由國有企業的中國船舶工業集團製造的 5月底就在長江的一個碼頭附近 亞海之前是最後裝備 就被美國的衛星全部拍了 在潛艇沉沒之後 美國發現有大型的浮動起重機 在各地就在6月初抵達 趕快潛艇從河床之中打撓出來 這件事呢 我是不是全相信 孫子兵法裏面有兵不厭詐 會不會這隻潛艇是假的 或者潛艇故意沉一隻給美國看 所以華爾街日報是採訪專家 你可否想像一艘美國的潛艇在聖地牙哥外面的沉沒 而美國政府掩蓋不說 當時這個潛艇打撓上來 美國衛星發現整隻潛艇進入水 即是說裡面的電子瓷被電動機械全部要更換 只要有沒有中國人死亡就不知道 所以最後就是曬什麼呢 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核潛艇 到底大家有多少艘 美國方面有76艘 全球環球航行 俄羅斯有45艘 中國方面當然在數量上 一定是遠遠落後 不過是否數量決定呢 也未必 因為核潛艇是神出鬼沒 在水底執行秘密任務 在反擊對手尤其是核戰之中 是發揮最關鍵的作用 但是在核潛艇的艦隊方面 規模方面 美國到底是不是第一 其實是未必的 不過美國大多數核潛艇的質量是非常上升 而且是用核動力去開 這一塊還未曾曬馬 我想中國自認是落後美國很多 就算三艘航空母艦拉出來 讓美國的衛星近距離看 相信都是得淡少 但是它擁有第一擊的能力 就是說它告訴你 它以前十幾年前 一個叫做朱成虎 或者其他的將領說 一旦中美開戰 中國可以犧牲西安移動半壁江山 然後發射一個長程的核導彈 去爆炸這個摩扇基 你摩扇基那裡一千萬人口 拿來交換我中國半個國家的人口 大約我當你四億人 你美國佬寫不寫得呢 我和你濫炒 這叫核濫炒的想法 相信是在現在中國這一位 行中相當神秘的最高領袖人物 腦海裡是否在醞釀呢 這些是逐步升級的 很多人會害怕的 因為有些人未必有自知之明的 如果說到潛艇的實力 我覺得中國還要讓航母的能力落後於美國兩代以上 因為雖然根據最新的數字 2022年的數字 中國擁有48艘柴油動力潛艇 而6艘核潛艇 這個數字可能差一點 不準確 但是柴油動力潛艇 絕對不能夠和核潛艇比較 所以那48艘的柴油動力潛艇 我認為只能夠在近海的作戰 也不能夠威嚇到美軍 但是那幾艘核潛艇雖然都是核動力 但是數量實在不多 但是反體美軍 它有60多艘的潛艇 包括攻擊潛艇和導彈的潛艇 都是全部核動力的 所以特別是它的質素 海狼級和最新的維珍尼亞級 是遠遠超過了中國潛艇的實戰能力 所以其實如果在潛艇作戰裡 就算以一換一來說 這也是不可能的 因為美軍實在太強 中國的核潛艇都不能夠在初期的作戰裡存活 因為美軍到時的作戰 隨時是以兩三艘核潛艇作為攻擊的小隊 再配以什麼呢 配以那些直升機 那類或者P8那些反潛機 作為一個空中打擊力量 這樣立體維捕 我相信中國的核潛艇 就不能夠在第一島鏈以外生存到 這些情況 雖然你看到中國很努力去興建這些角色的潛艇 但是實戰和他們在水底的寧靜度 我覺得都不能夠和美軍比較 我也預言過 其實未來的戰爭 不要只是看航母 航母只是水面上 這些擺設 特別是中國的航母 但是水底下 這些潛艇的作戰 才是將來作戰的一個重要的主菜 而且你看到二次大戰裡 其實不少航空母艦 包括美日都是被潛艇擊沉的 因為潛艇的魚雷對於現代的航母來說 都是重要的威脅 即使你反艦導彈 中五、六支都未必能夠擊沉一艘核動力的航空母艦 但是如果是幾支這些重型的魚雷 隨時可以令到整艘航母脫離作戰 所以這部分也是一個未來值得去留意的地方 陶先生 我們在各個層面 是介紹過美中之間的軍事部署 現在就問一句 在美國總統競選的時候 到底何錦麗 對這麽複雜的美中軍事對抗的局勢 這個大少姑婆知道多少呢 另外對於川普來說 他現在口口聲聲還在說計算 北約欠美國很多軍費 但是川普應該明白現在是2024年 就不是他第一次出來競選總統的2016年 那時候他可以拿著支票簿拿著單 就說你中國貨是超越我多少錢 這個貿易的出超 我要再拖你多少錢 另外那些北約欠我多少軍費 但是現在已經不同了 現在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外圍熱身 就是說在1944年6月6日 在諾滿帝登陸之前 那些海軍 美國的海軍和登陸艇 都放在那裡的時候 當時的總統羅斯福 是不能打電話給邱吉爾 說我這次諾滿帝登陸 我是救你美國、英國和歐洲的 我現在放了多少軍力在那裡 我花了多少錢 麻煩你銀行自動轉帳 我報給你聽 我們這個諾滿帝戰役 所投入的軍費 就是2億6千7百萬美金 以當時的幣值 我希望在三個小時內 收到英國政府 和我分一半的轉帳 否則明天就行動取消 會不會這樣呢 是吧 如果特朗普在這個時候 還在維持2016年的思維 或者他自己有很多紅材偉略 藏在一個袋裡 不願意說 但這個是不適合時宜的 因為現在美國 就算很多中產階級都非常關注 會不會打第三次世界大戰 他就會說 我當了總統 這些一定不會發生 但是他現在對於烏克蘭戰爭的態度 就似乎類似於他那時候 是去責怪那些美軍戰夫 包括麥凱恩 說他們是Loser一樣 他有一種很自大 和近乎克薄的性格 就說烏克蘭的戰爭是拖累美國 美國一定要抽身 這樣你怎麼會再製造英國呢 美國如果偉大偉大的定義是什麼呢 偉大的定義 就不是內縮 是一定是外抗 一定是向外 是維持和加強做這個世界警察 這個就是今年特朗普出來 就是中選總統的敗筆 亦是說漏洞 或者是紅材偉略 他不說 但是選民在這個時候是要知道的 因為現在不是遊戲 現在是迫在微節 不是整間幼稚園還在裡面 在玩耍遊 而是幼稚園的外面 是有一群賊人 拿著刀槍包圍準備攻進來 劫持的教師和搶掠校長 開隔晚 所以你裡面不能再繼續 以前我是一隻大蘋果 這些暢遊遊戲 好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聽《風雲財訊》 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 多謝大家 下一集再見 這個網絡世界 泰吳士河畔 都一樣可以是 符含世界的風雲谷 風雲谷兩歲了 我們的訂閱人數 已經向40萬進發 有這麼嬌人的成績 傳來大家在世界各地的鼎力支持 為了令我們有更充足的資源 做更充足的資料搜集 以及台前幕後 都能夠繼續精益求精 做得更好 我們呼籲大家幫下手 以行動支持我們 利用超級系列打賞 以及加入會員專屬頻道 風雲匯 敗清德蕭美琴的當選 這個是美國 其實暗鬆一口氣 最容易見到的結果 共產黨和國民黨 都是同一個列寧的祖宗 肥媽是一個 是藍絲的無知 群眾的一個 非常之傑出的代表人物 特區政府的施政 是令到藍絲 抗拒 有沒有讓我看錯 判呢 就個個都會判 但是等Donald Trump上台回來 是會有短記 張五常的花名叫傻佬 黎智英的花名叫顛佬 這種性格 我們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 是難以理解 這些叫偏偏我這樣吹呢 是不是覺得 跟林鄭和梁振力 有某種類似 公公敬敬 送金融上車 跟旁邊的幾個社長 剛才聽到 查三說什麼 照他相反的去做 蘋果是不會有連載小說的 所以他沒有小說的 沒有小說的 很多年前他告訴我 是的 我是給他統戰 我有統戰的價值 他覺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連林作如果都關起來 所以林作出來 他媽媽押著他道歉 是不是收到電話呢 未來應該是陳國基和鄧炳強 這兩位人才之爭 沈旭暉是百直的婚宴 成千人 這個就是後面 他的師父葉國華 就是做著一個 秦代呂不諱的角色 是不是 這個很明顯 奇負可居 那時候確實是想捧沈旭暉出來的 這個叫做梁民道 蔡東豪 叫我在香港電話過去 阿草 找你做光明頂 我說我一個怎樣做 我要留天前 不用留天前 我和你 橫分瓦架 有一個叫劉細良 接著劉細良 跟著沈旭暉 葉蔭蔥 梁啟智 朗鐵 這班人我不認識 梁啟智未到 黃衛倫 黃衛倫 這班全部叫做青年社會科學才俊 這個人是很不相信我 在牛津的時候 他受過左膠污染 我不認識他 這個也是一個 中共我相信在香港 準備培養為轉世靈童的對象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按加入風雲匯 和陶生爆水的Patreon 未來的日子 風雲谷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中 仍然要懷著一點的樂觀 終於 我們都會見到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 兩年以來對風雲谷的支持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